刷墙加食言 见过没 今天给老郑人家刷墙 就是把这个老房子里面的墙给他刷出来 哎呀 不好使啊 我今天网上看着那效果 拍上去就画了 就照着画下来的是这个 你今天相信广告 有些少贵 对 贵的还有点挪中间呢 对啊 后面不要刷 你后面不刷 后面不刷 那行啊 那省事了 哈哈哈 这挪这块省价 嗯 改天我现在就有那啥 我能做一个是最好 哦 对啊 相信我 那行 那行 啊 这好家里有那么多板 那你要那么样 那就给你挪一下 因为你找到时候可能不一样了 哎呀 是吧 也不一定 做多大呗 看 你官员是庞宇是啥想的 他想把底下你家这个炕这 嗯 不有一个那个 这空吗 他想给他通行打过来 变成一个大炕 嗯 然后对 那个棍在炕上 炕棍做一个 那就我要上去就做了 对啊 对 那就显得炕还大 嗯 要不 不小吗 显得不舒服吗 行 爸 他他要 唐宇说的意思要改那个你家那炕 这个改满炕嘛 是不是 对 满炕 然后整个炕棍 那个 还没说得问你念 我这啥意思啊 他意思说他他不会走 对 我不知道你那里怎么走的是老式走法 还是不是他这个这个是花架 哦 花炕花炕好整 好整 不是抗面砖那是吧 顶上铺的是抗面砖吗 不是 啊 我也忘了这么多 那就是没动过的呗 对 一直没整 那就属于老式的 花洞不像再找那个整一趟一趟那个 啊 那个是花洞 你要整炕的话咱就不能先刷架 哦 得先整完炕整完这个你才能刷架 对啊你要 要不你一整炕啊 就不用 那整不整炕啊 走 走啊 哈哈哈 主要发起人在这 哈哈哈 但是 你在这边刷架刷完了之后 你这边又要整炕白刷了吗 对 是不是 对 对对对 你先不刷架就先整炕 然后保固 这我还没想到 你觉得还点是经验老道的吧 哈哈哈 你又没还会 哈哈哈 太屁股了 哈哈哈 把这这起来 还要给它毁换上 手扔一下 摞起来 全都摞这边呗 嗯 跟邻居家对 把这都手扔出来了 嗯 给你吹一拨是吧 把门开一下 哎呀 哎呀 这是一袋先一袋往下掉 哗哗这个 点子 这是给邻居烧的 刚好他家也要发炕 什么砖 炕面砖 炕面砖 对 这就是咱东北火炕用的吧 啊 就是咱东北火炕能用上 对 我爸说原来我们在家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炕面砖 有一个碎了 哈哈 不要 但是我给你 别得这么长 料多了我怕了 这个砖很沉 所以这小可以说需要平衡 别很累 今天拆啊 今天拆啊还是 今天拆啊 今天拆 现在 三点了 现在三点了 现在三点了 三点了 那个早的时候 我去回家给你找车 不要我一会儿我全低楼屋里不行啊 低楼这个抢抢的不行 这边要明天早上就再整 赶紧整 要不然他返运就能活了 没事 没事 没事吧 还是 没有雨晴 有露水他也能打 干上 干上 干上明天我们开始发炕 时间上问题 然后都披不住 不会的 对